靈魂的力量 成就 生活的美學 靈魂的力量 成就 生活的美學 大家好 我是覺醒研究所的Nemo老師 我不知道大家最近疫情這麼嚴重 影響力怎麼樣 因為我在拍這個影片的時候 大概是5月初左右 那各位看到說已經5月中或下旬 那我在因為我那時候 我今天早上看報紙他就說 5月中下旬有可能會到一天多少 10萬例 我想說 哇賽 也太多了吧 10萬例 那各位你們如果自己居家安全 要多記得戴好口罩 多多消毒 尤其是家裡面有小孩子的人 因為他們沒有打疫苗 大家自己要多多照顧一下身邊自己的親朋好友 那接下來呢 我們今天一樣要介紹的是 瑪雅10分鐘的愛情觀 你會突然忘記我要講什麼 那我們今天講 其實已經倒數第二個了耶 就是藍風暴 那不知道在座各位有沒有藍風暴人 藍風暴其實是一群非常自帶氣場 你遠遠就可以感覺到他影響力的人 那而且有時候他們不苟言笑 就有點像是如果各位看現在的我這樣 就是你會覺得說不想要接近我 可是當你發現 當我一笑之後好像又換另外一個人 因為藍風暴人他們本身就是會有一個氣場在 所以你們他會遠遠這樣走過來 就覺得那個人來了那個人來了 的那一種感覺 這個是藍風暴人身上的一個特質 所以因為這個氣場有時候很容易讓人家 不知道怎麼跟藍風暴人溝通 那當然還有一個這個溝通能力 藍風暴人自己也不太會跟人家溝通 因為藍風暴的那個自帶氣場裡面 他帶著一種是不知道怎麼表達自己的情感 所以有時候你們在跟藍風暴人講話說 其實藍風暴人心腸都是好的 可是他們性子極不會表達自己內在的情感 加上他們在意的是效率跟成功 所以例如說我們兩個人 不是我們兩個好奇怪我在跟誰講嗎 例如說我們今天有一個合作案 你們有三個人要合作 然後呢我是那個藍風暴人 我的確也是有藍風暴人 那我就會覺得為了這個專案大家快點結束 然後呢有效率的結束 然後大家不用加班 然後也可以快點領到錢 所以我就會希望可以主導 然後甚至是有時候 當我在進入這個工作狀態的時候 我可能是會很 會沒辦法就是你那個情緒是沒辦法帶著 應該說你是沒有情緒 例如說某某某那個東西幫我拿過來 你有時候可能會這樣講話 甚至在打LINE的時候 你也會是 喔那個小明等一下幫我把那個簡報拿過來 你可能會這樣講話 可是其實你沒有心 但旁邊的聽起來會覺得 喔他好像在生氣 他是不是很急 我還是不要跟他講太多話 然後我要覺得很緊張很叫 就是我要繃緊神經的跟他 跟他跟他溝通 藍風暴人都會帶這樣子的一個能量 但是藍風暴人其實像我剛才講 他只是希望案子快點結束 然後大家都可以休息 可是很多人經常會誤會他 臭轉三小 呵呵呵 真的很多人會這樣誤會藍風暴人 風暴人內心也是寶寶難過 寶寶也不想要被這樣誤會 藍風暴人會這樣 所以我建議各位 如果你們是藍風暴人 請你們例如說LINE 你們去買一些那種比較可愛的貼圖 你們可以就是打完字之後 後面丟一個可愛的貼圖 我跟你講有很多藍風暴人的可愛貼圖 我覺得好奶油喔我不想丟這個貼圖 有時候會這樣 但是 我覺得藍風暴人需要學習一下這個 這個會讓你比較好跟人家溝通 那或者是 有時候你在跟人家講話 打字的時候也可以增加一些疊字 嗯嗯 哦嗯啊哦是哦呦 什麼之類的 好呦有沒有 你不要直接打一個好 驚嘆好 你要打好呦 然後一個那個波浪的符號 是不是就溫柔多了 可是藍風暴人就是好驚嘆好 他們一直都是這樣 就是很軍事化的教育的那種感覺 那 藍風暴人是他們可以帶來 顛覆三觀的一些革新能力的 因為藍風暴人他們是帶著改革的能量來 就像是你就想美國的那個 那個颶風吧 那個颶風經過地方所有東西 他全部都要捲掉 所以他們 藍風暴人只要一進入一個體制 或進入一個團體 他會想要改變裡面 他覺得不喜歡的體制 或者是規則 所以他會帶動那個改變的能量 可是你會知道 例如說一個工作環境裡面 我就是來賺錢而已 我想準時下班 我家裡有兩個小孩 我逮捕 請你不要搞事 好很多人會 會是這種想法 可是藍風暴人就會搞事 然後他就受不了 他就想搞事 那這個時候就會更討人厭 因為你的初心是好的 你想要為整個大環境 整個大局去做改變 可是別人沒有要啊 所以有時候 你要也要學會看一下 看一下人家的臉色 可是藍風暴也會有一個狀態 如果說你心死了 你對這個團隊 或者對這個地方已經心死了 你不想為他們改革 你也不想幫他們做改革的時候 這個時候就不得了 你可能會變得 藍風暴本來是快很準 那你可能就變得慢狼中 慢慢來 而且也沒有動力 然後做事也是亂七八糟的 然後人就覺得 你工作能力怎麼了嗎 有什麼問題嗎 很容易會變成這個狀態 那第三個是 藍風暴人要學會 接受生命當中的未知 因為藍風暴 就是他是會 突然會有一件事情進來 然後改變你的人生的一群人 可是說真的 身為藍風暴的 我覺得其實蠻好玩的 當然有時候當下那個事件進來的時候 你會覺得 措手不及 可是我覺得藍風暴人 因為你們的反應能力快 而且你們 腦袋動的速度也快 其實 事情能來 各位你們要相信 宇宙能安排給你們的事情是 你們一定有辦法去解決的 所以藍風暴人也是 既然他安排這個事情來 你一定有辦法解決 那你就是去面對就好 而且藍風暴人其實也沒有什麼 勇不勇氣去面對 藍風暴人通常都會面對 藍風暴有時候就是 要不就是你們前面會稍微逃避一下 不想面對 可是當你後面真的要開始面對的時候 你是 快刀斬亂麻的那種 就啪啪啪啪啪啪 就開始處理 而且是 你會希望越快處理越好 那當然這個也是藍風暴人最好的 因為 當事件一來的時候 你能快速處理掉的話 你是更快經歷 就是把那個風暴經歷掉 然後可以到下一步 這個是對藍風暴比較好 所以藍風暴如果你們身上有事情來的時候 不要拖 快點好好去面對 對你們的人生比較好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講講 藍風暴人的愛情觀 第一個是 藍風暴人喜愛 創新顛覆三觀的伴侶 最好是有創意 不要異成不變 他會覺得很無趣 例如說 像以前我的另外一伴 他會 時不時就弄個什麼禮物給我 時不時 而且他的禮物總是會別出心裁 就是 你永遠不會想到 有人會用這個方法送禮物 然後呢 他也會在一些 不定時的時間去做一些 你覺得平常人家不會這樣做的事情 當然有時候會製造變成是困擾啦 可是其實藍風暴人很喜歡這樣 因為 你如果每天跟我講說 早上幾點起床要幹嘛 然後中午幾點吃飯 晚上幾點睡覺 真的是 內在那個想改變的心 就沒辦法改變 你就會覺得很無趣 所以 可是這種 顛覆三觀 或者是喜歡創新的狀態 其實有時候很容易遇到玩咖 所以藍風暴人自己眼睛要稍微睜亮一點 稍微看一下你身邊的伴侶 到底是不是真的來玩的 還是還是真的很有創意 那接下來下一個是 藍風暴人是比較耐不住性質的 他們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就有點像我剛剛講 你知道為什麼我剛剛會說 他們會突然 在一個很奇怪的時間 約你去幹嘛 突然 今天突然沒事 然後他就問你說 你下班了嗎 我說下班了 去看夜景 他就突然就說他要去看夜景 那為什麼 因為他等不及 他突然想到 我覺得我今天好想看夜景 我覺得今天天氣不錯 那我想去看夜景 可是 所以他就會直接問你說 你有沒有空 那我們走吧我們去看夜景 你就會覺得很突然 因為 怎麼沒有事先先約好 可是有的人會覺得很好玩 因為我自己是藍風暴 所以我會覺得很好玩 可是有的人是受不了的 例如說像有的人是 我已經安排說 我今天 就算我今天晚上沒有安排事情 現在有的人是 我晚上已經安排好 我等一下要看幾集的那個影集 然後我等一下要喝 喝個小酒看影集 然後聽個慶音樂 我就要睡覺 殊不知你突然把我拉出去 要吃宵夜 然後要去看夜景 他怎麼可能會受得了 他可能會想說 你怎麼了 而且他也耐不住性子 他會覺得說 我突然想做什麼事情 我就想要馬上做好 可是你如果跟他講說 例如說他跟你講說 我們來打掃好不好 我們好像已經有一個 一個禮拜沒打掃 我覺得地上有點髒 然後你跟他講說 我覺得 再過兩天吧 我今天有點累 然後他說算了算了算了 我自己來 因為他會覺得說 我 我已經覺得我想做的事情 他就不想要停下 因為他屁股已經站起來 他不想要停下 然後 藍風暴人 講話也會像我一樣這麼快 所以 像我有時候講話速度慢 是因為我時常提醒自己是 要學會把講話速度放慢 因為有的人聽不了那麼快 其實 這個都是藍風暴人的特質 其實跟耐不住性子 其實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然後 最後一個就是 需要學習怎麼表達你的情感 藍風暴人 其實真的不太會表達情感 因為藍風暴人會覺得 我做很多事情 就是表達我的愛意了 然後 所以他們有時候 不管是工作受傷 受到挫折 他們也不會表達 他們難過 那如果他們在外面 開心可能會比較會表達 那種負面情緒 他們不太會表達 他們不太會學會示弱 這件事情 所以有時候一些負面情緒 他不知道怎麼表達給你聽 可是 藍風暴人真的要學會學習一下 表達你的情感 因為畢竟你是跟人家交往 那你跟人家交往 其實對方也會希望你的心 跟他的心是有互相交流的 所以 不要擔心表達一些你的負面 或者是你最近哪邊過得不好 其實有時候伴侶就是因為 聽到你過得不好 或者是 你有負面情緒之後 他才有辦法照顧你 因為藍風暴人有時候是 太喜歡表現他好的那一面給人家看 可是有時候伴侶之間的交往 會需要互相照顧 你才有辦法表達彼此之間的愛 所以藍風暴人稍微要學習一下 把自己的負面的情感跟負面 負面情緒用不是抱怨的方法 可是呢 闡述給你的另外一半聽 這點對藍風暴人非常重要 那這個呢就是我今天想要分享給大家的 藍風暴土壇 如果各位你們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也歡迎按下訂閱或者是 還有小鈴鐺 我忘記了 那也可以去Podcast上面追蹤我 那如果說你們對於學習 麻辣有興趣的話 你想要完整學習的話 也可以私訊我們覺醒研究所的小編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大家掰掰